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种途径呢 大家做的人比较多 或者说很多人的关注点和注意力都放在这个上面 那就是什么 就是新客户的拓展 新客户拓展的话 很多牙科诊调机构投入的力量比较大 比如说大量打广告 比如大量投入资金 或者说一些资源来做这个叫什么 叫营销啊 或者说一些公关活动来扩大影响 那就是关于老客户的一个拓展 老客户的拓展的话也基本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的话 那就是老客户本人的 这一个其他牙齿的一个治疗 或者说其他这个牙齿啊 病变啊 他继续的一个治疗 或者说一个终身治疗 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关于他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 同事等等等等 通过他本身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体验 或者是一个过程来影响周边人 或者说吸引周边人 介绍周边人来过来进行诊疗 这就是关于老客户的一个拓展 其实无外乎牙科诊疗的客户拓展的途径和方法 无外乎就两种 那说到这个终极的拓客方法 我个人觉着 我个人觉着 关于新客户的拓展呢 他没有办法成为你终极的客户方法 或者说一个模式 为什么 因为这个投入的资源 投入的资金啊 这个相对比较大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的新客户的拓展的一个方式方法 更重要的是引起新客户的注意 或者说把新客户引来了 他并没有解决真正把新客户转化成 你用户或者客户这样的一个直接的过程 那就是让新的客户成为你的客户用户 还需要另外的过程进行转化 才真正达成一个最终的目标和目的 而对于老客户的拓展 我个人认为 这里边有可能找到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拓客的这样一个方法 对于老客户的一个这个维护呢 这个不少牙科诊疗机构呢也都在做 比如说开这个VIP会啊 答谢会啊 这个老客户的一个优惠条件呢 会员体系啊等等都在做 但是有没有一种方法 能真正解决在拓客上的一个终极性的问题 拓客上一个终极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基本有个标准就是说你能让新客户来对吧 这是到来这是最基本的 第二呢迅速的转化 这个转化的话就是不是说像我们过去传统的很多新特新客户拓展的方法能起作用的 这个转化相对而言受的影响因素特别多啊 这个这个是很多时候你的广告是没办法解决的 也就是说第一你能把新客户吸引到引来 这第一步已经做到了 第二步能迅速的这个转化成你的用户和客户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那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个牙科诊疗机构做咨询这个咨询 有咨询师这样一个角色 其实很多咨询师的一个角色就是做什么样一个东西呢 就是做这个客户到来之后的一个转化的工作 这个转化的工作很多医生的相对而言 他是不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和经验的 他很多医生的一个主要的职责他主要是做这个临床一个工作 你要让他去劝服或说服一个客户 这个相对而言对他要求是太高了 所以很多诊疗机构就设什么叫咨询师和服务师 来促进到来客户的一个转化的问题 到来转化的问题 这个咨询师相对而言呢 现在比较流行 但是他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毕竟咨询师是这个牙科诊疗机构你自己的 对吧 那对于客户而言呢 你就是相对是你这个机构的人 你是肯定是为你自己说话嘛 你缺乏相对的供应性 那从这个立场和角度来而言 就是你这种可信度啊 可信程度 可能相对而言就是 不是那么有客观的一个立场 所以说即便有咨询师有咨询师在场 那很大程度上呢 这种转化率也要打很多问号的 未必所有的来了之后 经过咨询师之手 那么他就可以达成的 所以说这个是呃就是两个标准 一个是到来 第二是转化的问题 而终极方法呢 他两个方法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这种方 这种解决呢 相对而言 他有客观的一个公正性 或者说有一个相对让人信服的东西在里面 那好了我们不绕腕子绕绕绕去 太远了 太远了 那我们现在就说整个这个 我个人认为的就是 牙科诊疗机构 它一个终极的 唾客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是什么呢 就是提升你 牙科诊疗机构的服务体验 这个是终极的方法 为什么说是终极的方法呢 这个看似跟唾客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他在整个唾客当中 是起到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那我们一点点来分析这个事情 就是提升牙科诊疗机构的一个服务体验 这样一个事情 我们知道整个患者 作为一个患者到我们牙科诊疗机构 接受牙齿口腔方面的一个治疗的话 其实无外乎就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就是解决牙齿的问题 其实另外一块呢还有一块 就是很多牙科诊疗机构忽视和忽略的问题 就是对于患者用户或客户的心理干预 和心理一个介入问题 患者来了 来了之后 你的牙齿哪有问题 好牙齿取齿是吧 牙疼好给你搞定 把这个被动 然后补牙 然后OK完了 很多牙科诊疗机构都这么干的 那他怎么就得取齿了 他取齿牙疼 他是有什么样的感受 他需不需要一些心理的呼应 有人关心他吗 他的一个倾诉有人听吗 他心理感受 他可能耽误工作了 可能跟这个老公吵架了 可能在路上遇到不顺了 有人给他去进行心理干预和调解 或者说一个安慰吗 很多牙科诊疗机构没有做不到 没有做到 或者说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事 那么整个这个患者的一个体验是什么 牙齿不疼了是吧 不疼 心疼不疼呢 心还在疼啊 心的疼其实比你肉体的疼 影响人更深远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 我们牙科诊疗机构 关于口腔这一块的一个服务呢 只服务了一半 你把他牙 把他口腔问题解决了 他的很多心理感受体验 你压根就没有注意到 有可能有人说 那个是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师干的事 我们就是搞牙的嘛 对不对 好 如果你这么干了 那 患者就给你一个反馈哦 服务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啊 这就是最终的评价 对吧 倒不是说牙科诊疗机构要变成 心理咨询师 心理咨询师 这样的一个功能 而是说 力所能及的根据你的经验 根据你的爱心 来对他的心理进行一些干预 让他的心理 这一块内容也同时解决掉 坏一句话讲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服务体验 不是说 你在整个诊疗过程当中 你的手多么轻啊 你这个过程多么顺畅啊 等等这些东西 不是 不仅如此 还包括对他心理的干预 与他的互动 这些都是 都是你这个服务体验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说服务体验 这两个内容缺一不可 缺一个相对而言 患者或用户 他心里就有落差 对你的评价 就不会达满分 或很高的分 这个就是一个终极的东西 那为什么说服务体验是 拓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或者是一个终极的方法呢 我们知道很大程度上 用户客户接受你的服务 感受到他服务的好的时候 他就会把这种自豪和骄傲 去影响身边的人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其实就是一个用户和客户 自动成为你的一个KOL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成为你的一个舆论领袖的一个过程 你没有去招募他 也没有去特意去给他派任务 而是他自动自发的成为 你牙科诊疗机构的这样一个舆论领袖 那么成为一个舆论领袖之后呢 他就会去影响身边的人 就会给身边讲你的好 我这个服务体验啊 这个整个这个 你看我这个心里 心里这个特别特别难受 但是这个医生呢 还给我聊天啊 然后给我解决很多心理的问题 然后呢 对我特别好 那感觉特别开心 等等等小故事 他会就传达给身边的人 那身边的人相对而言呢 每个人是不是都有牙齿啊 是不是都有需求啊 那身边的人相对而言 他在进行选择 比如说一旦有牙齿问题的时候 在选择的时候 是把你考虑到其中了 那肯定是了 听某某某人讲啊 某某某口腔科 牙科诊疗机构 他这个地方不错 那我是不要去看呢 那要注意一点 那首先一点 在信息的获得上这一块呢 就是KOL就给你做了一个很大的铺垫 啊 他把方向 这个患者的方向指到你的地方了 另外一块还有一个便利性什么东西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同时带有倾向性的一个选择 也带给了这个客户用户 新客户和新用户 他有倾向性 因为他讲你 因为这个KOL 这个叫舆论领袖 在讲你的好啊 不是在讲你的坏 对吧 那他这个好的这个观点和评价 就印在这个 新客户新这个用户的一个身上 或脑子里面 那首先一点在 对你的一个评价 或对你的认知上 他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推荐 也就是说他已经对你信服 有一定的一个信任度在里面了 因为他是朋友 旁边人讲啊 而且是一些故事 一些事件 而不仅仅是一个广告的一个广告词 和优惠条件等等这样一个内容 是有实际的内容的 所以一定程度上呢 这个新客户新用户呢 就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 这样一个思想 或者一个意识 去接受你的一个想 接受你的服务了 换句话讲 这个转化率呢 你这个牙科诊疗机构 就不需要那么大的力气 或力量去进行转化了 还要是这个需要这个口腔咨询师啊 不断的讲不断的讲 可能不需要这样子 因为他已经有一个思想的基础了 他对你认可了 不认可他不能来 或者说不认可的话 他不会去看想探个究竟 对吧 他一定是对你有兴趣 或者说对你有一定认可的情况下 才到你的牙科诊疗机构来看一看 这个看一看相对而言就已经代表 已经代表对你有几分认可了 所以这个转化率呢 你投入的成本和这个相对的 其他的一个资源呢 就不需要那么多 这个转化这个效率相对比较高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呢 通过这个牙科这个服务 设计这样的一个理论和实践呢 我个人认为牙科这个服务体验呢 提升牙科服务体验是牙科诊疗机构 拓客的一个终极的方法 这个终极包括两个方面 很含义的刚才已经讲了 第一方面呢是能吸引到新客户 也就是让新客户来 第二呢促进新客户的这样一个 对这个接受牙科诊疗机构服务的 这样一个快速的转化 这个就是终极的一个托贺的一个方法 那为什么说很多这个 为什么很多这个牙科诊疗机构是没有这样做 或者说做的不够 或者说做了他没有去总结呢 就是因为因为关于这个牙科这个服务设计 服务设计这样一个概念和这个啊 大家了解都不是很多 关于服务体验这一块呢 知识方法也没有成为体系啊 讲这方面的人也比较少 所以说呢他们即便是做了 但是他没有去总结啊 即便是这个啊 即便是在在在在已经了解这个事呢 但是他啊没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做这个事 其实很大程度上这个牙科服务设计体验呢 呃这个内容呢相对呃比较多 但是最终呢有几点提炼出来 或者说提出来 那么大家意识到哦 这方面注意了 那采取我们适应的方法 那这就很好解决了 其实呃这个不需要太多的一些啊 一些一些一些啊工具啊方法等等 其实在整个牙科服务设计这块 你做的比较好了 相对而言你整个这个牙科诊疗机构 所有的人员包括这个前台也好 医生也好他自动自发就做这个事了 因为你在整个的一个整体设计上 已经呃兼顾这个这个事情 那么他养成习惯自然而然就会做了 那么刚才已经提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有两个方面必须去啊明确认识到 也就是说对于口腔医生或牙科医生 以及我们的呃后勤服务人员前台也好 或者其他服务人员也好 我们作为牙科诊疗机构 给患者或者用户的牙治好了 他的病治好了 我们这个工作只完成了一半 或者是一小一小半 那真正去解决他的心理问题 他的一个心理需求 我们满足了那个我们的服务体验 才真正的话啊落到这个患者身上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真正的服务体验呢 真正的施加到患者身上 也就起作用了 那么这个起作用之后呢 其实这个过程是内部管理过程 其实也是在进行客户拓展的 这样一个过程啊 其实简单就是你要意识到 我们要对客户的心理需求进行干预啊 进行满足 在这个以这个为目标的话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比如之前我们讲的 比如说送客法呀 比如说这个尖叫法啊等等 一些方法都可以用到 那那无非就是让这个用户客户 他的一个体验和感受非常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客户的一个服务体验 也分两种啊 那他的体验其实是两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就是他整个在整个服务过程当中 他过程性的一个体验 也就是说他在在这个牙科医生给他做这个被动的时候 这磨牙那是一个体验对不对 那么整个这个补牙的过程也是一个体验 但是呢 这个所有的点可能整个这个诊疗过程是一个小时 或者说啊 40分钟或者是多长时间 这个过程他是当下的一个体验 疼啊不疼啊是吧 感觉还很舒服啊 这是当下的体验 这个是服务体验 另外还有一个体验是什么 是事后的体验 也就是说他这个诊疗机构他已经走出这个 这个牙科诊疗机构这个门了 那过了一段时间 或者说 哎 在相当长的时间 或者说 不是很长时间之内呢 他马上能想到的事是什么 也就是说记忆体验 这是两个内容啊 一个是服务体验的分两个内容 一个是过程当中的计时的体验 另一个体验是什么 是事后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也就是说 对你这个地方的工作和服务有记忆点 记得非常牢的那么几个事 他不能是把每个过程都都会记得到的 人也一样 这个可能昨天做了24小时做了N多事情 睡觉也好 吃饭也好 他不可能每个都记得 他可能只记到一件事 我一下在外面捡了一万块钱 是吧 这是可能只能记一件到两件事 这个也一样 就是说 有一两个 让他难忘的事 可能他记得住 那我再说一遍 也就是说这个服务体验也分两种 是什么 即时的体验 在过程当中 每时每刻的一个体验和感受反馈等等内容 另外一块就是 另外一块就是他事后的一个体验和记忆 这个记忆和体验相对而言 对我们整个牙科机构而言 是更有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整个牙科 不可客户的满意 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呢 你可以满足几个点 让他满意 比如说 在结束的时候 让他心里很开心 在过程当中有一个让他尖叫的点 也可以让他很开心 这个你的资源和能力是可以达得到的 而这个记忆的体验和这个服务体验呢 恰恰是我们牙科服务设计来要做的事儿 也就是说 在你资源 资源各方面 相对而言 比较 不是投入特别大的情况下 不是下花雪本的情况下 你是可以做得到的 而且这种做得到呢 对你整个的一个提升服务体验呢 是非常有效的 而这个很好的提升一个客户的服务体验 反过来呢 就会真正的促进你的一个拓客 也就是客户拓展 所以说 我个人认为就是 提升牙科服务 整个提升牙科的服务体验呢 就是我们牙科诊疗机构 拓客的一个终极的方法 那到底怎么做呢 我们留到以后面的相关的讲座 进行一点一点去分解 我们今天只是抛出来这样的一个观点 这样的一个观点 好 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好 再见 1 2 3 3 2 3 3 5 4 谢谢观看